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苏杨 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的文章来自于作者赵小黎 有一种爱 叫我不想你重复我的人生 陶子从美国回来了 前不久 他刚刚拿到一所大公司的offer 下周就打算去那里工作了 陶子和母亲的关系 长期以来都很微妙 我们上学那会儿 陶子很少提及他的母亲 有时候他母亲打来电话 陶子会冷冷地把电话给我 告诉他 我现在出去了 人际分离 陶子小时候 就挺讨厌自己的妈妈的 陶子的妈妈是个怎样的人呢 后来我们玩熟了才知道 陶子的妈妈是一位超级强势的女人 陶子的奶奶家重男轻女 因为陶子是个女孩 而陶子妈妈又不愿意低头妥协 誓死只要这一个孩子 于是家庭矛盾无法调和 导致离婚收场 陶子妈是六十年代生人 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 很长一段时间 吃不饱肚子 连米饭都是奢侈 只能吃点野菜 甚至差一点 因中毒丢了性命 饥饿与贫困 像是两只无形的大手 让这个女人 对生存抱着莫大的焦虑 自从离婚之后 对陶子的要求 更是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陶子从小 就没有享受过同龄人 该有的童年 陶子妈利用白天和周末的时间 打着解分工 她把赚来的钱 全部砸到了陶子身上 倒不是说 给陶子买什么好看的衣服 好看的头花 而是给陶子 安排了满满当当的日程 周末不顾陶子的意愿 又是英语班 又是书法班 又是钢琴班 让陶子没有喘息的机会 另外 陶子妈和陶子约法三章 一是放学了准点回家 做完她给陶子买的 所有练习册 二是不准和学渣来往 只允许和学霸交朋友 三是坚决不许和男生说话 为了确保约法三章落地有效 陶子妈更是放弃了晚上打零工的机会 手拿着鸡毛胆 看着陶子一笔一滑的写作业 稍微哪个字错了一点点 或者哪道题算错了一点点 就毫不留情地 用鸡毛胆打在了陶子的手心上 陶子说 她的妈妈一度严苛到 让陶子怀疑自己是否是她亲生的程度 长大之后的陶子不是没有反抗过 只是每次反抗之后 迎来的是更严厉的打骂 陶子的心里充满了怨恨 她恨自己的妈 望着肚大腰圆满脸横弱的这个老女人 陶子在心里鄙视唾气 为了摆脱这个可怕女人的控制 陶子发愤读书 不是为了别的 而是为了能够考得远远的 从此 不要再看到这个女人 终于 陶子的付出有了回报 高考那一年 陶子以优异的成绩 考到了大城市的一所名牌大学 上了大学之后的陶子 为了排遣内心的郁姐 开始利用业余时间 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 她深深觉得 自己的妈 就是书上谴责的那类母亲 这样的母亲 由于在现实中遭遇诸多不满 所以会对生活奋起反抗 而他们反抗的唯一方式 就是逼着孩子 实现自己未完成的理想 有那么一次 陶子妈给陶子打来电话 说是亲朋好友 对陶子妈 能培养出优秀的大学生 分外羡慕 想让陶子妈有机会 和他们谈谈 但陶子妈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来向陶子请教 只听陶子冷冷地说 就你还配谈教育 你就把家里的鸡毛胆子带过去 告诉他们 这就是你对我全部的教育 说完 陶子忍住眼眶里的泪水 挂上了电话 陶子依旧觉得妈妈很烦 于是便拼了命地学习 因为妈妈说了 他能读到什么程度 他妈就供他到什么程度 于是陶子就和妈说 妈 我想出国留学 陶子妈倒也干脆 行 只要你有本事考上 妈就是砸锅卖铁 也会让你出国 钱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陶子如愿以偿地 考到了国外的大学 并且幸运的是 他申请到了那所大学的奖学金 陶子妈开心坏了 逢人便说自己的女儿有出息 陶子却对她多有抱怨 说没事少在外面嘚瑟 你这一嘚瑟 还不知道多少妈妈 要拿出鸡毛胆子 剥夺他们孩子的童年呢 陶子常常觉得 自己的妈是一个失败的女人 她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 整个人都是大写的两个字 无趣 唯一能让陶子感到温暖的 就是一首好菜了 糖醋里脊 冰糖肘子 红烧排骨 西湖醋鱼等 然而每当想起这些 陶子脑海里 又浮现出一幅画面 那就是 这位不修蝙蝠的中年女人 扯着尖细的嗓门 用尽一切方法 和菜贩子讨价还价的场景 想到这里 陶子刚刚对妈妈 浮现的一丝好感 也立即荡人无存了 在国外毕业之后的陶子 在当地找了份工作 她完全活出了 另外一个样子 她留起了长发 烫起了大波浪 业余时间去健身房 练出了一副好身材 穿着时尚 画着精致的妆 她的朋友圈 全是她穿着漂亮衣服 四处游玩的图片 香槟美酒 闺蜜 蓝颜知己 更是数不胜数 桃子的收入 让很多人瞠目 而优秀的桃子 一直单身 我问桃子 既然你好不容易脱离了妈妈 又何必放弃国外优渥的待遇 转而回国呢 桃子说 那是自己失恋的一个晚上 找不到人倾诉 忽然想起了妈妈 看到视频那头的妈妈 一下子老了很多 变得异常温柔而慈想 桃子把最近的遭遇 和妈妈哭诉了一番 只听妈妈对桃子说 没什么的 孩子 你这么优秀 怕什么呢 妈妈对你有信心 要知道 我当初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让你不要再走 妈妈的老路啊 妈妈这辈子 也就这样了 而你还年轻 为了这个渣男不值得 你知道的 妈妈我也不会说话 现在啊 我也会按照你的意见 阅读一些文章了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渣男这个词 是妈妈才学到的 桃子扑斥一下笑了 她忽然明白了 眼前这个既熟悉 又陌生的女人 她算了一下 在她四岁时 父亲离开 他们母女的时候 她的妈妈 才二十八岁 和现在的自己 差不多大 而当时这个女人 将要面对的 是无法想象的 结局和困境 以及各种冷嘲热讽 但生活 不允许这个女人 有太多的迟疑与犹豫 面对尚起 懵懂的女儿 她未有擦干眼泪 像个男人一样 直面生存的压力 咬着牙 把日子撑下去 她需要保证 女儿每天的营养 需要竭尽所能 保证银行卡里的结余 稳步攀升 她不敢乱花一分钱 她唯一的乐趣 就是把平时讨价还价 节省下来的硬币 放进一个储蓄罐里 等咱够了 就去超市 买一盒香气浓烈的哑霜 算是给自己 为数不多的犒赏 她知道 这辈子 自己大约只能如此了 但她更清楚 外面还有一个 更大更辽阔的世界 她拼尽一生的气力 为了给女儿最好的教育 她不愿意自己的女儿 再重复自己的老路 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被人嫌弃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在这个世界 体面地生活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 享受充分的自由 嫁人或者不嫁人 这辈子 都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在这个世界上 要说有没有这样 傻傻的一个人 为了你的明天 情愿放低自己 不辞劳苦地 为你拼上自己的一切 甘愿忍受这一路 难以言说的苦楚心酸 乃至误解 直到有一天 你展开了双翼 像一只鹰那样 在天空盘旋 这个人会仰起脖子 望着你 飒爽的身姿 幸福地忘掉了他自己 有啊 妈妈呀妈妈 可不就是世界上 最傻最傻的 那个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